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美国书版周刊 它曾经40周都在榜 所以这本书的成就 大家都能够从这些数字中看到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 书中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新的健康饮食的观点 也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 最关键的是它完全颠覆了 我们以前对健康饮食的认知 高碳水化合物特别是含有肤质的面食 进而触发了各种炎症 所以作者提倡的是那种高脂肪 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式 这样避免人体产生炎症 进而避免我们得各种的现代慢性病 书里面也解释到 当我们吃下很多的高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有一个隐藏的健康威胁 那就叫肤质 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 肤质是很多病的罪魁祸首 也不仅限于痴呆症 还有癫症、头痛、抑郁症、精神分裂症 还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等 所以作者建议 我们不应该多吃主食、少吃肉 而是应该恰恰相反 减少膳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 也就是说增加健康肉类和蔬菜的比例 而不应该是我们平时经常谈到的 要多吃主食、健康的主食 好了,介绍了一些 大概副理所谈到的主要观点 我觉得已经颠覆了我们很多的认知 所以这也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 当我捧读这本书的时候 也是想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一些知识 然后结合自己的身体的具体情况 来为自己制定一份健康的饮食计划 好,让我们来听一小段凡灯 来介绍这本书的片段吧 这个原因是来自于你吃了更多的 含有肤质的 就是咱们说肤子,对吧 就吃那个肤子 含有肤质的一些食品 这些食品会严重地损伤到你的大脑 然后让你得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他建议吃什么呢 肉 油脂肪 比如说要吃高级的脂肪 什么叫高级脂肪 就是深海的鱼类 三文鱼 雪鱼 深海的雪鱼 这些高级的脂肪会给你补充大量人体所需要的脂肪 还有鸡蛋 胆固醇 就是你吃的胆固醇越多 你体内分泌的胆固醇就越少 所以很多人长期不吃胆固醇 吃到鸡蛋的时候都把它剥开 把蛋黄扔掉 这是非常笨的做法 这个做法会导致你的肝脏就会主动地分泌打量的胆固醇 反倒你体内的胆固醇指数会提高 当然如果你有耐心读到书的最后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一周的饮食方案 非常的详尽 每天早餐午餐和晚餐吃什么 这是一周的方案 当然我们可以重复几次做 然后看看是不是适应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身体 也看看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后面还有一些菜谱 我是一个不太会做饭的人 但是我想屏幕前的你们 可能看到这些菜谱都能够做出更应的美食 所以让我们一起坐下来读这本书 然后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为我们的健康改善能够提供帮助 谢谢